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做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名叫做《漂流日本》 基本上是台北游籍出版社所出版 由台北的前卫出版社所发行 作者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新闻记者 也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 也是非常有名的电视主持人 叫做野岛刚 野岛刚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前几天啊 以后来我们的电台来接受发哥的废面 和发哥来见面 谈过在台湾的神社 野岛刚啊 在日本的《未来日本台》呢 主持过专门介绍日本人认识台湾的古迹啊 美食啊 旅游啊 什么 他现在正在台湾呢 再过几天呢 他要在高雄来演讲 大概好像是 我记得是9月4号 要在高雄的 市立图书馆演讲完了以后 他要回日本去了 野岛刚啊 他是1968年出生啊 日本呢 上智大学 新闻系毕业的 然后呢 在台湾师范大学 还有香港的中文大学呢 当过交流的交流生 曾经在阿萨尔询问呢 朝日新闻呢 当过记者 也曾担任过呢 新加坡台北的 阿萨尔询问的特派员呢 他曾经到伊拉克呢 阿富汗呢 当过战地记者呢 而且写过非常多的精彩的书呢 比如发过 介绍过他的那个 蒋介石的白团呢 最后的帝国军人呢 还有当过呢 这个写过呢 一本很有名的书呢 台湾十年的最大的变局呢 他写了十几本非常有名的著作 那么2018年呢 曾经读过台湾呢 卓越的新闻奖 这是台湾新闻奖里面 第一个外国人 得到台湾的卓越新闻奖 非常非常杰出的 一个新闻的工作人员 和历史学家呢 那中文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精彩 华哥呢 这一连串呢 要来介绍他这本书 漂流日本 失去故乡的台湾人 也就是在日本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 流浪到日本去 失去了台湾的故乡 但是到在日本呢 非常的扎根 非常的有了大的成就 比如说 翁倩玉啊 邱永汉啊 孤宽明啊 这些人 甚至呢 他的第二代 翁倩玉就是第二代了 对不对 还有呢 日本很有名的政治家 连黄啊 连黄啊 连黄差一点点 当上日本的首相的连黄啊 啊 就是啊 台湾人的第二代啊 在那边发展 比如说文学家啊 啊 这个温佑楼啊 差一点得到这个 借山奖的温佑楼啊 还有呢 也就是发明了日本的杯面 也就是泡面的这个 台湾的这个有名的 发明泡面的这个人 他原来的台湾名字 是叫的什么名字 比如说在日本呢 啊 鼎鼎大名大家都知道的 王真志啊 这些人的第二代 对不对 像这些呢 在飘如在日本啊 有了非常有名的啊 这个知名度的这些人物 在这本书里面 都有一些 非常的精彩的一些介绍 就是失去了故乡的台湾人 他在这本书里面 每一篇呢 都写的非常的精彩 他们的心路的历程 像很有名的作家陈顺成 在日本呢 可以讲是鼎鼎大名的大作家 他是他爸爸呢 新庄的人啊 台北的新庄的人啊 带着他们呢 一家人呢 移民到日本去到神父 陈顺成是他们爸爸 带着全家人到日本的神父去的时候 在船上生下来的孩子 在船上生下来 然后全家定居到神父 在那边长大 他从小就知道 他在家里是讲台语的 但是到学校里面讲日文 他从小就知道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那种心路的历程到后来变成鼎鼎大名的一个作家 甚至有一段时间呢 他是因为写中国的历史故事 他甚至认同了中国 甚至把富籍呢 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为了要到中国去采访 为了要到中国的思路 写中国的故事 为了方便进出中国呢 他认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把国籍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但是六四天安门发生以后呢 他痛恨中国呢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取消 然后呢 改回到日本籍 到了晚年的时候 因为他曾经在二二八前后的时候呢 曾经回到台湾来 当了四年的新庄高中的老师呢 这很少人知道吧 他在新庄高中教书教了三年多 但是呢 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啊 他在三年多在新庄高中教书的过程里面 他每一个学生都认识 所以他当了名作家才日本啊 全日本没有人不认识陈顺臣这个作家 他一辈子一共写了两百多本书 将近五百本书 不是两百多本书 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在日本 是历史小说里面最有名的说 日本最有名的大奖植木桑啊 植木桑啊 这些有名的文学家文学大桑 他都拿过了 但是呢 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 就是他在新庄高中所教过的学生 他经常回台湾来和他的学生聚会 年老了 他到最后是九十岁过世 他要过世前的不到一个月 他竟然 突然有一天啊 生命要结束前 他坐了飞机回来新庄 说我要最后生命结束前 我要见见我的学生呢 和他的学生聚会 然后回到日本不久就过世了 他是这样子重感情的人啊 你光这个故事你听了不会觉得感动吗 发哥将会一一的介绍这些在日本失去故乡的人 野岛刚说呢 这些人是曾经被故乡抛弃 故乡曾经抛弃过他 甚至被他的祖国追杀 被祖国抛弃 或者是抛弃祖国的人 但是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身根茁壮 但是念念不忘的 还是故乡的人 这样的故事呢 每一篇呢 都能让我们念了为之动容啊 发哥呢 新单元将要一个一个故事呢 讲给大家来听呢 好 讲这些故事以前啊 让大家发哥呢 浪费两分钟的时间 和大家对不起了 然后讲一些事情啊 发哥呢 一直向大家推荐 北大五山的咖啡 推荐这些农产品 替这些努力于农业推展的这些朋友呢 帮个忙 那么发哥在推荐北大五山的高山咖啡的过程里面呢 我很多听众朋友讲 发哥啊 我很想支持你啦 帮忙你啦 但是呢 我就不喝咖啡啊 我是喝茶 你为什么不弄一点茶来推荐 来推荐给大家呢 那发哥一直念念不忘 大家一直老是打电话来给大家 发哥你去找一个茶叶来嘛 好 那上一段时间发哥不是写了书 那么我朋友合作在那边种茶 虽然种的不多啦 只种了一甲多 但是呢我的茶绝对是好的啊 我们家的茶啊 种在海拔一千八百多公尺的地方啊 我们都是自产自销啊 你要茶我可以给你啊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了 现在他们的梨山茶呢 已经开始采收了 他们一直都有一个固定的管道嘛 然后呢他寄了这个梨山茶给我喝 你喝喝看嘛 我喝了真的是一流的茶啦 一千八百五十公尺 产的梨山高山茶啦 所以呢我去向他说明了我们读者说他要喝这个茶嘛 发哥喝了真的是第一流的茶 但是呢他我可以配得到的茶不多啦 所以向他要了这个茶 那现在已经寄来了 已经开始采收的茶啦 那么配给的量不多啦 要的朋友呢赶快啦 尤其中秋节到了 你吃了月饼呢 有个好的茶 来配的是第一流的 或者是你平常吃的太油腻呢 这个茶大家都知道茶是最好的 那最近市面上常常讲啊 有些茶呢 就混杂了越南茶 那发哥给你保证 这个茶绝对不可能混到越南茶 你可以喝到最好的茶 这个茶如果你要的话呢赶快啦 那因为配给的配到的 配到的量不多嘛 他有一定的管道嘛 那卖完我就没有了 对不对 好如果你要的话 请你打这支电话 0983468356 同样找吴太太替你服务 黎山高山茶 黎山的高山茶 1850公尺的 啊 产的黎山高山茶 绝对不会混到啊 这个越南茶 发哥的文化界的好朋友 所配给到的茶 要的话 请你赶快 0983468356 找吴太太替你服务 黎山最顶级的高山茶 0983468356 量有限 要就赶快 啊 谢谢你 好野岛刚漂流日本 今天呢 介绍他的续言 刚开始的续言 因为他这本书呢 是用日文写的 在日本出版 日本出版又卖的相当好 在日本相当轰动 所以呢 后来才翻成中文版 在前年啊 在台湾出版了 我们先介绍这个续言 这个续言 因为他是日本的作家 这本书是日文出版的 然后翻成中文 所以他刚开始 你也许听了又觉得 哎 这个好像很平常的知识 这个因为他是介绍 给日本人的书嘛 好 他说台湾社会的 是一个非常多样的地方 他都依照考古学呢 出土的考古学 在四千多年前啊 台湾的首都呢 就是说以现在的观念来讲 首都呢 是在台湾的东部了 从出土的 这个考古学的遗址来讲 在四千多年前的 北南遗址啊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啊 事实上在北南遗址 就是现在台东火车站那一带 以现在考古遗址出土的那些人类的遗址来讲啊 就在那一带地方里面 差不多就有五万多人了 四千多年前 在那一带的地方就差不多五万多人口了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在四五千年前就集中在那里 然后呢 没有办法到西部来呢 因为就是中央山脉的隔绝 海岸山脉的隔绝 重重的高山啊 使这些人口呢 反而没有办法越过高山到西部来 那么这些是台湾真正的主人啊 那么这些人啊 在日本时代呢 被称为叫做藩族 或者称为高山族了 到了国民党时代呢 就把他们称为叫做三地同胞 或者称他为高山族了 现在呢 这些原来台湾的主人啊 被称为原住民了 也顶多加起来呢 也不够是五十多万人口了 这个五十多万的原来的台湾最早的主人啊 现在只占全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二多一点点啊 台湾到了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时候 才有慢慢的汉人啊 由丹户零零落落过来 或者是到后来 才有这个海盗或者是荷兰人啊 比较大批的 逐渐的从福建闽南的地方啊 被引进来 然后慢慢的呢 也有一些广东沿海的移民 移进来 客家人因为移进来的比较晚 平地的地方 闽南地区的人多了 客家人就往丘陵地去集中了 然后慢慢的扩散开了 那么第三批呢 就是1895年以后呢 日本人啊 从清朝的所中得到了台湾了 1895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以前啊 有几十万的日本人啊 移进台湾 但是日本战败以后 1945年啊 这些日本人啊 又回到了日本 只有很少数的日本人 和台湾人的后代留在台湾 但是1949年啊 这是更大一批移民移进了 那就是国民党在中国战败 有100万到150万的国民党的人 还有在中国战败的那些军民啊 全部大量的移进了台湾 这150万人到100万人啊 当时的台湾呢 援助地呢 有600万人 所以这100万人到150万人左右的人 一进来啊 几乎占了台湾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口 他们这批人被称为外省人啊 虽然外省人只有三个字 其实呢 他不是一个省啊 他是全中国各省的人啊 这全中国各省的人 大概有多大呢 差不多是一个欧洲啊 一个中国各省的人 差不多是整个现在 整个欧洲那么大面积的人 移进来 他也不是单一民主啊 全中国的人 包括蒙古人 新疆人 什么各地方各民主 云南贵州的少数民主 通通加起来 所以你以为外省人是单一民主 也不是啦 他是非常大的 像一个欧洲的一个混合体 所以你这样一看起来 整个台湾啊 变成一个人种大的混合体啊 是一个非常多样化 这种多样化呢 是超出我们日本人可以想象的啦 来后面就慢点 八九点三 快乐华当 九八点三 快乐配偶 九六点七 快乐红虾 九一点三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保邦 各位台湾 我是五金法哥呢 法哥开港啊 今天呢介绍新的单元 挑选日本啊 失去故乡的台湾人 日本的新闻记者 民新闻记者 民作家 历史学家 野岛刚的著作 今天呢介绍他的 总序啦 他的序言 野岛刚说呢 这个1949年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战败呢 引起了人类 亚洲人口的一个大迁徙 这个迁徙呢 不只是中国的人口 中国国民党战败以后 这个人口大量的移入台湾 其实他这是个非常大的人类迁徙呢 当然最大的迁徙地是到台湾 其实他年代的影响是非常大 以前我们都不太注意啦 在台湾啊 我们就只认为说台湾人啊 都只认为说本省人外省人 好像很简单一个概念 本省人 本省人 在我们日本人根本搞不清楚了 本省人就已经很复杂了 本省人就有原住民 原住民 日本人的观念里面也以为只有原住民三个字 其实原住民在台湾 十几组啊 十几种人种啊 再加上闽南人客家人 外省人我们也以为只有一种人啊 好像本省人相对的就外省人 你知道外省人有多复杂吗 外省人是本省人相对的 不是本省人叫做外省人 但是那个外省人在中国有多少人 从蒙古新疆西藏 云南贵州 你知道光是云南有多少族啊 云南有35族啊 四川也有很多小数民族啊 西藏是另外一个小数民族啊 蒙古新疆又是不同的小数民族啊 东北还有满族啊 外省人不是一个单一的种族啊 你知道中国有多大 中国比一个欧洲还大啊 所以这整个外省人通通移到台湾来 等于是一个欧洲移进台湾啊 欧洲的人种移进台湾啊 耶岛刚讲这个我发哥才突然想 突然吓了一大跳 诶我们以前都没有想到哦 我们都是那一外省人 外省人不是一个省啊 是一个欧洲那么大的地方 各种人种移进来 所以你想想看啊 以前我们在左营眷村啊 我们就想眷村啊 眷村的同学啊 眷村同学在班上 我念熊冬的时候眷村来的 诶他眷村来的 讲的国语就是平常讲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样讲的有个有个腔调嘛 但是我到眷村的同学家里去的时候 诶我眷村的同学哦 他和他爸爸妈妈讲这个他们家乡话的时候 诶同样是眷村的七八个同学哦 他和他爸爸妈妈讲的 这边讲的是上海话的 那边讲的山东话的 那边讲的是四川话的 同样的班上七八个同学的眷村来的 到他们家去做客的时候发现啊 他们七八个同学 他和他爸爸妈妈讲的话我听不懂呢 哈 听不懂呢 我们以为眷村的同学到他家去讲的就是外省话嘛 但是去有听不懂啊 我到他那个上海的同学家里 他和他爸妈妈讲的上海话 我完全听不懂啊 一句都听不懂啊 现在野岛刚一提醒我 对哦 外省人里面还有我完全听不懂的外省话哦 上海话你听得懂吗 你当然听不懂啊 哦 所以呢 野岛刚说 他不是外省人三个字啊 是一个欧洲那么大的一个欧洲那么大的範围里面的中国各省来的人啊 他说这个人类的迁徙呢 大迁徙呢 不但是影响到了台湾啊 然后透过台湾中继战啊 也一大批呢 移进了日本啊 有些人经过台湾 然后进入到日本 有些人呢 经过香港啊 这香港我们以为都是只有香港人啊 世界香港 但是呢 因为国民党打败战以后 有一大堆人啊 从中国也跑进了香港 那香港也变成很多的外港人啊 不是外省人啊 从跑到香港去的外港人到后来 虽然讲广东话 但是他们是从中国跑去的啊 像吊锦铃那一带啊 那从各省跑去香港的啊 同样的也有从香港再跑到日本去的啊 所以日本因为有一亿多人口 他们没有注意到 但是野岛刚说 同样的有一大堆 不同的人跑进了日本 也使得日本啊 多样化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日本 突然多了一大堆的中华料理啊 在横滨的中华街 一大堆的中华料理 所以很多中华料理在日本啊 横滨啊 那一带啊 都是从战后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尤其是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以后 一大堆跑到日本去 出现了中华料理 大量的中华料理出现是在战后呢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进入日本 像拉面啊这些呢 其实很早就进入到日本 但是拉面的大大的兴起是在二战以后 但是很奇怪的日本人啊 就有能力啊 所有的中华料理 进到日本以后都变质了 都变成日本人的东西啊 像饺子啊 饺子我们台湾都是 饺子就是水饺 为什么叫水饺 我们都下到水里面去煮嘛 你在日本所谓饺子 你在那边叫饺子 他通通用煎的 台湾饺子就分啊 你说叫饺子 我们一般都是煮的对不对 你煎的一定叫做煎饺嘛 要嘛就叫做锅贴嘛 你在日本叫饺子 一般他就给你用煎的出来啊 很早下用煮的啊 所以呢 在日本啊 就很多中华料理就开始变了 比如说拉面 拉面到日本是不拉的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叫拉面 在中国为什么叫拉面 因为那个面团以后就用手去拉嘛 拉的长长的才叫 所以叫拉面嘛 到日本去以后拉面不拉的啊 哪有看到日本有拉面用拉的嘛 所以呢 所有这些文化到了日本以后 中华料理里面 全部都变了 全部都变成日本式的 就好像日本料理到台湾来以后 台湾人就是都把它改造了 对不对 那中国式的料理来到台湾 也都变成我们改造的 台湾以前高雄市有一个很有名的川菜料理啊 我有一次去吃这个中华料理 这个四川料理 这个川菜啊 很大的一间在中正路以前啊 啊突然有个游览车来 当时还是这个大陆客很多的时候 大陆客下来 哦一整车啦 啊那车游览车 一下来我就听到他们都讲那个四川话的 哦 听说这间的那个川菜很有名 四川哥来吃看看台湾人的川菜 我还来不及吃完啊 都这些川菜的 四川来的观光客就下来 他吃 然后叫来那个川菜 很有名的川菜 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很大声讲 哈哟 这个用四川话很大声讲啊 这好夸张啊 很大声讲啊 台湾人的川菜是甜的呀 这这这这这 什么是台湾人的川菜怎么煮成甜的呀 好夸张啊 台湾的川菜不辣的呀 不辣的还叫川菜呀 哦 大家都吼吼叫起来了 不辣还叫川菜呀 台湾人川菜把他煮成甜的呀 吼叫起来了 哈 所以你看文化一杂交以后 就变成不同的味道出来了 台湾菜偏甜啊 台湾菜为什么偏甜 很多是因为 来自于这个汕头嘛 受到潮山菜 潮州菜汕头菜的影响 潮州菜汕头菜是偏甜的啊 你看那个那个 汕鱼意面都是甜的啊 好 他说呢 也早刚说 即使这个多样化也渗透到日本去 人类的移动也进入到日本 日本开始也开始有很多中华 从中国去的移民 台湾去的移民 然后就停留在日本了 所以呢 全台湾呢 由全日本的领土 战后了 变成了中国所宣称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那么台湾在1990年代以后 台湾的民主化 那开始台湾人 要自主 成为台湾的自主化了 然后1990年代以后呢 因为呢 田中角龙到中国去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呢 变得飘摇中 因为日本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台湾和日本已经没有外交关系 台湾和日本关系在飘摇之中 但是呢 台湾和日本建立很亲密的关系 还有个交流协会 还有很亲密的关系 那么在最危险的时候 把台湾和日本连结的很深刻的 是哪一些人在把它连结的呢 说起来就是各式各样 在战前战后 在日本的民间呢 在那边来往奔走的这些民间人士 在日本很有成就的这些台湾人 在这些人呢 变成了台湾和日本之间的交汇点 这些人呢 你看他的一生呢 他们说起来呢 他们被他的故乡呢 不知道遗弃了多少次 也不知道被他们的故乡啊 抛弃了多少次 认真说起来 他们有些人甚至是被祖国追杀 也被他们的祖国背叛 也被他们的祖国抛弃 要认真说起来 在日本的有一些啊 所谓的台独人士 你像王玉德 就被他们的祖国 台湾的国民党追杀 也被他们的祖国 台湾那时候是政府是国民党 被他们的祖国背叛 也被他们的祖国抛弃 不准别不准他们回去 也不准他们拥有他们的国籍 他们说起来就被是被他们的祖国追杀的 被他们的祖国背叛的 也被他们的祖国抛弃了 但是不管他们的祖国怎么背叛他们 抛弃他们 他们还是活下来 反而在日本啊 成就了很多的事工 他们每一个都不是什么英雄 也称不上什么领导者 但是也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什么特别的领导者 但是他们显得非常的多元 他们也不属于日本的任何的族群 他们也不被任何的群落所归属 但是他们一个一个都是非常刚毅的人 是非常坚强的人物 在他们的领域里面 都非常的杰出 我没有办法用别的名称来称呼他 我就一概用台湾人三个字来形容他 所以这本书呢 我就用失去了故乡这个主题来定义他 这个这本书 我就是以失去了故乡这样的主题来定义他们 劳为中心来描写他们 所以这本书我就把它定义书名为 漂流日本逝去故乡的台湾人 这个是野岛刚呢 所写的前言 用这本书啊 来替这本书的主题呢 定一个主题 然后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要用这本书来作为这本书的书名 而且提这本书呢 定一个主题 用这个主题呢 来收集这些人成功的一个故事 那用这本书呢 来做一个中心点呢 来描绘啊 他怎么样选择这些人啊 成功的故事 那么这些人他选择了好几章啊 分成好几章 一个是在政治方面啊 像政治方面他选择了像联访 这联访呢 曾经是日本的民进党的党魁呢 日本也有个民进党的后来解散了 民进党呢 曾经呢 是反对党里面最大的一个反对党 联访这个女的政治家 差一点当上日本的首相啊 差一点点的差一步啊 啊 那联访这个政治人物 他是怎么样在啊 这个日本崛起的 他为什么叫做联访 你看那联 联发的联 访式 你访式就是小船的意思 他事实上他的祖母在台湾 是鼎鼎大名的啊 很多人不晓得这个人啊 联访的祖母是台南白河的人 他爸爸是台南白河的人啊 他的祖母陈姓村啊 被称为香蕉女王啊 没有陈姓村就不会有吴正瑞啊 吴正瑞被称为香蕉大王啊 在香蕉大王之前 有一个叫陈姓村叫香蕉女王啊 没有香蕉女王就没有香蕉大王啊 陈姓村是台湾最传奇的人 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啊 连黄是差一点点差一步 就当上日本首相的人啊 所以他第一章介绍了 推动日本政治的一方人啊 第二个人介绍的政治上面的人 叫做顾宽敏啊 第三个是顾宽敏的儿子顾曹敏啊 很少人知道顾曹敏就是顾宽敏的儿子啊 那郭曹敏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啊 第二个是出生在日本啊 有名的年轻作家呢 东山张良和温佑柔啊 第三个呢 是在艺术界很有名的翁茜玉啊 还有呢 在日本的联系得到这个电影的女配角 连续三次得到这个电影女配角的余贵梅子啊 是台湾客家人的后代啊 第三个呢 你知道吗 全世界那个泡面的发明的人 叫做安藤白虎是嘉义人啊 他事实上是真的名字叫吴白虎啊 是全世界泡面的发明者啦 第五章写的是日本两个最有名的作家 一个叫陈顺成 一个叫做邱永翰啊 他把这些人的所有人生的经历都一一介绍过来 这本书实在是精彩极了啦 发哥接着会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知道 这些人在日本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有名 但是没有几个日本人知道他们都是台湾人啊 台湾人更不知道他们就是台湾人啊 邱岛刚讲这个非常精彩的故事给大家知道 但是他写在书里面 发哥把它转成广播 一一讲给大家听呢 慢慢讲给大家听呢 多谢你们收听 明天感谢观看再见 拜拜 明天感谢观看 咱们 啊 啊 麗 黒茲花よ 君に捧げる 山 山を越えて